当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不是 哇 日本人好变态耶 那今天呢 抹茶就给你们这些老实事 科普一下日本生殖崇拜的话题 那据我了解啊 日本青色野的开放程度呢 在亚洲应该是紧随于泰国 排名第二 在日本人眼中 性就像吃饭喝水一样 是一件再三不过的事情了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约束 但是你知道这种文化的源头是什么吗 那就是生殖崇拜 一切要从日本人的信仰 神道说起 神道是日本独有的宗教 信仰 万物皆神 对于自然中隐藏的 世界万物运转的力量和能量 古日本人对此抱有 强烈的好奇和敬畏 他们把这些万物运转 人类生殖繁衍的神力 称之为禅灵 看一个国家的文化主线 首先要看它的神话 日本古籍古世纪中 记载着一个名叫 大器金比麦的女神 也就是农业女神 在她死后 从她身体生长出各类 生活的必需品 头部出残 两只眼睛出道骨 两只耳朵出素 鼻孔里出小豆 鹰部出小麦 肛门出大豆 这么个撒家呀 不是个这吧 这一记载呢 就是母体万能的思想反应 日本人把母体生育的功能扩大 生殖器被视为农业生产力的象征 而成为信仰对象 农神也就是性神 至今在日本各地 还留存着大量石雕洋具的盗祖神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地公 他们能够阻挡恶灵的进入 庇护村庄安定 也守护着包括姻缘 生产 家庭 商脉 这些农村呢 至今还保留着 插秧结束之后 让男女进行 祈福五谷丰登 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日本全年都不会脑气荒腾 除了稻祖神 日本还保留着多处 供奉杏器木刻与石雕的神社 和大大小小的祈福麻辞里 比如位于爱元县的 多鹤神社的凹凸神堂 就供奉着象征生产的羊具 寓意子孙繁衍 延年益寿 凹凸 配合这个形状 真的很完美 顺便说一下 位于资鹤县 历史更为久远的 多鹤大赦的祭神 是日本第七代创世神 伊贤纳奇和伊贤纳梅两株大神 修美尔人 通过为爱鼓掌的方式 创造了日本国土 求爱的自私 求爱的方式 堪称隐晦又直接的典范 我说亲爱的妹妹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身体发育 有什么不一样 我感觉我身体有一处 没有完全发育的地方 那就好 我身体 刚好有一块多出来的地方 如果把我身体 多出来的地方 填进你身体 没有完全发育的地方 一定会有好事发生 再比如 熊本熊故乡的 宫霄神社 人们为了求子 父亲和睦 鼓鼓风灯 会奉上男女兴起的木雕 有趣的是 如果你想放置 另一半出轨 还需要在木雕上钉上钉子 据说 呃 很有效哦 那么 催剧代表的节日呢 是位于爱之县 田县神社的 风年祭 也被称为 天下奇迹 庆典时呢 会由恶年出生的 也就是25 42 61岁的男性 抬起由 贵木雕刻而成的 直径60厘米 长2米的 大男精型的神体 恶女呢 则手持木雕 男跟前行 祈福五谷风登 紫色繁衍 作为日本独特的 马祭里 在外国游客当中 也具有很高的人气 那现场周边产品 也非常丰富 片头看到的那些年轻女生们 兴高采烈合影的食物 叫 Banajin 我猜呢 应该是 Choco Banana 和金锦的合体 外面裹的呢 是各种颜色的巧克力 里面是棉花糖 外婴内软 这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哪个女生不馋呢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解开了很多疑问呢 我们看一个无法解答的现象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去寻根溯源 大到每个国家 小到每个个体 彼此之间呢 都是独立不同的 有不同的历史以及经历 只有不戴有色眼镜去交流呢 才会更加了解 真正背后的原因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日本人的性崇拜 首先来自于 对于古朴自然的认知 人们相信 生殖器是咒服智力的象征 农神也就是信神 保佑作物生产 家庭和睦 生意兴隆 日本神话和独有的神道教 为这些崇拜背书 流传至今 日本人祭祀的方式 有拜道祖神 拜神社 也有Matsuri 年轻女孩们吃的巧克力 叫Banajin 给抹茶一键三连 会有好事发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抹茶呢 也是为此查阅了很多资料 并加以总结梳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关注我 并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见 拜拜